大家好,我是医中人医师 自COVID-19的预防射是预防感染 飘边当前和思想上有效的方式 提醒你只要富合目前开放的注射损失 而且经过医生的变故 就可以趕快来注预防射 关于感染的风险 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高龄的试团如果感染COVID-19 容易申请严重的病化症或是失望 为了保护处来的试团 车有合注射损失的试团 关键来注射放射 如果最近身体有状况 或是万全病症不稳定的人 车在身体状况更稳定后 再安排注射放射 在注射后7天来 车都观察试团 有注射不遇 或是几分区不爽快的欢迎 如果一直有症状 或是没在两天一来变得开玩 就要马上看医生 最后提醒大家 注意放射了哦 就要继续配合放射的措施 才可以我们离北都在威协 欢迎收看大师大挖小恒 今天是7月28号礼拜三 今天台股是跌了 跌了134点 算是小跌啦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盘中是大跌 盘中跌了376点 17000也没守住 16900也没守住 所以还好 还好尾盘拉了什么 台积电 南亚 富邦金这些股票 中华店也有拉啦 那把指数垫上来之后呢 各位朋友 问题解决了没 我的分析都很清楚 你看哦 你一路看我这样在讲盘 我说这些IC设计股一直在涨嘛 我说只剩下6231的细微 还没有涨 所以我们84 85在那边买 就当然我是知道你很不屑啦 你会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讲你要买敦泰啊 对不对 你要带我买副顶嘛 你看那个跳空涨停板 结果我还是跟你讲买细微 首先指数大跌 他盘中拉到涨停板 你说尾盘没有涨停 所以你觉得不够强 那今天指数破底他又涨停板 所以你要看清楚人家在讲什么嘛 是不是这样讲 你看哦 昨天一整排的航运股全部都大跌 甚至都跌停板 雅明海运还跌停板 你看一下这两天专家学者 那些专家名嘴在讲什么 全部开始跟你讲说 不要再摊贫哦 我跟你讲哦 外资在调降平等 同志朋友 你去看一下昨天我讲什么 我是不是给你写说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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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反弹了 今天你看到最后万海拉到涨停板 对不对 长龙也拉尾盘 当然杨明会比较弱 因为杨明的融资使用率最高嘛 25%嘛 我没有记错就是25% 他比长龙还要高嘛 而且比万海 万海那时候我昨天看7%而已嘛 所以我昨天就跟你讲得很清楚 我说如果要反弹的话 你就看融资嘛 但我分析都没有错啊 那为什么你赚不到钱 你像早上10点10点半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在我们赖上面贴文 直接贴文 你刷QR code就看得到了 早上10点半的时候我就说 等10点半确认 今天的断头卖押就会结束了 果然长龙就是差不多10点半就见到低点就开始往 以长龙来看啊就是就是他那时候见到低点就开始往上走 那一路翻到红盘 你买点就是这样错过的啦 我跟你说 不是你比较狠你知道吗 是你跟我自己说的东西 给我分析过的东西 我告诉你的分析结果 你给他证实的嘛 所以不是你比较笨 你懂为什么 你像有加入我们赖的人就知道说 里面有2万多人大家都在看哦 老师在讲什么 就算我这样讲 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赚钱 你看尾盘这样拉起来 很多投资朋友在下面就私讯老师啊 谢谢老师跟助理 谢谢小编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不但避开下跌坡 还抓到反弹坡 本来就是要开始反弹啊 对不对 那接下来你怎么做 看图说故事吗 还是怎样 嘴巴开开等投胎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的态度是这样 怎么会这样子 才跌1100点而已 以今天低点来算啊 才跌1100点而已 为什么你的股票都跑不掉了 跌停了 锁死了 锁死 你知道吗 港股的事情 我7月9号就跟你讲了 已经破线 破线反弹就是最后逃命 还好今天港股啊 稍微直稳 涨了239点 涨239点 这个真的不算什么 因为他是这样子跌 这根长黑跟你讲 有问题的反弹逃命 最后变这样 问题是什么 中国这些大企业 在中国甚至在美国都被追杀 遇到了双重的压力 两个大国之间的角力战 居然在路气上发生 所以聪明如你啊 这个香港这个东方民族将要蒙成 你钱就是撤离香港就对了 甚至撤出大陆 甚至撤出大陆 就没问题啦 我跟你讲哦 还没跌完哦 港股还没跌完 他只是反弹而已 还没跌完 你不要想说好像结束了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还没有还没有 你看一下 今天这么多股票跑不掉 光IC设计股 这么多股票跑不掉 然后我们的股票是一样IC设计股 涨停板 这就是我跟你的差别 我都讲明了 我没有遮起来啊 我没有说哦 做一张图卡叫你打电话进来嘛 没有啊 我就跟你讲我买什么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我卖掉安国 我下去买细微 你你觉得我对不对 你你现在来看 那安国今天跌停板啊 一开盘就锁 而我们的却是涨停板 而且是大盘 一开盘他就拉到涨停板哦 然后把它洗下来 然后再锁 你要锁定的是什么 确定第二季会获利不错的 现在还没有涨 这一波都还没有涨的 你下去做布局 你才有机会赚钱 对不对 绝对高点出来我也跟你讲 准备出现幽灵船事件 没有人会跟你讲 最高点市值1.2兆 到今天的低点刚好除以2 不见了6000亿 投资朋友 他呢 他也不少啊 3500亿 这个不见6000亿 这个不见3000多亿 诶 行不通通加一加 一兆哦 台股的市值少了一兆 也就是观众朋友 大家分一分 每个人又少了好几十万 就因为这三档股票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不会相信我的 但是我该讲的还是要讲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 加入我们的line 他并没有参加会了 可是他在操作上面 还是会有问题啊 那你会很多问题的过程中 我们尽量统一做回答 尽量统一做回答 你像昨天光问长龙啦 这些航运股的部分 就超过200 200多个投资朋友 因为我们我们助理都会看嘛 说老师还是问这个 还是问这个 不是问这个也问星星跟玉敏 那还不是一样 那大部分都是要问航运股 今天 有没有在贴文上面事先跟你讲 十点半见转折 你自己很清楚 我讲完十点半之后 开始往上走 不到十分钟拉到平盘 最后收最高 一个老师能做就是这样 第一先帮你避开风险 第二转折点帮你抓到 连反弹坡都把你逮到 昨天跟你讲什么 跌破寄君线了 等融资断头 明天就有机会了 多少冤魂多少累 多少柔情多少累啦 老师你说不对 对 全部变成绕子柔是不是 你有要唱章鱼的歌是不是 跌生会反弹啊 跌生会反弹啊 跌生也会反弹啊 我有跟你讲啊 来来来 跌生会反弹啊 跌生会反弹嘛 我现在昨天跟你讲 会要反弹了嘛 掌多会回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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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多开始不对了嘛 不对劲嘛 均线开始跌破了嘛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的道理 难道是什么 你还在跟我讲说什么 一张不卖奇迹自来吗 还在说你买准票没在买吗 我知道啊 你现在卖不下去了 很多人买了200块以上啊 今天就算收盘了 130 不要说最低点116 你买200多的你现在130 你砍得下手吗 你骗我那么多啊 你骗我第一天认识赏户啊 不可能 所以我跟你讲哦 我的解盘跟其他老师完全都不一样 我能帮的 我已经帮你了 之后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恶搞 你要欢喜做甘愿收哦 你懂为什么 就是你自己照着念你自己要去收啦 不要什么都推别人 因为我觉得推别人哦 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我只要把会员照顾好就好了 我们手上也没有去空长龙啊 也没有去买航运股嘛 对不对 我们很明显的高档就叫会员跑了啊 你不要再碰了 绝对高点出来了 你说老师啊这样子才跌三个礼拜 为什么就除以二了 那我再讲一遍啊 当年国际怎么跌的 四个月跌掉一千块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股票市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四个月可以跌掉一千块 跌掉七十趴 更何况他到今天才跌掉五十趴而已 这个戏还没完啊 我只是告诉你反弹 你自己拿捏好 今天开门又涨停了 震荡一下又涨停了 那我只能告诉你 创新高 肯定你是赚钱的啦 你愿意听我的话肯定是赚钱 那你后面有什么流言蜚语 我就不想跟你们计较啦 因为无所谓啊 你懂为什么 无所谓你懂为什么 你怎么后面骂我啊 亏我啊怎么样啊 无所谓啊 不用打电话你都知道 我也没有遮啊 我昨天还跟你讲说起下来对不对 好我说看好 你就是要买这种低机起的 你就是要买刚刚起来的 不是吗 我昨天还这样跟你比对不对 比了你又不理我 老师还怎样啊 这里啊 老师啊 这个会不会过啦 老师 你又没有 会不会过干净什么事啊 更厉害的是昨天居然投信下去买 投信昨天居然下去买 那如果今天投信又大买 那我跟你讲明天可能就直接锁了 连打开都不打开了 你最近投信在操盘了 他们就这么狠 我跟你讲他们就这么狠 那你要去想的是 今天我股票介绍在低档上来到这里 我告诉你 利多还没见报 我知道的那个利多 还没有看到在报纸上 还没有出来 你只知道今天他又涨停板而已 你懂为什么 所以 该讲的我讲到这里这样就好了 不要说什么什么 老师啊你怎么样 没有我们7月15号买的嘛 我卖掉安国买细微嘛 这都很清楚 你不要说什么什么什么没可能啊 怎么样 基本上也没遮嘛 对不对 这是7月15号的图卡嘛 对不对 第一根藏红上来突破两个月的盘整 这边是买点嘛 对不对 我们买我们也都有讲 包含在我们的light 里面 全部都有看得到 你都看得到 都有实际的证据 你可以去往前调阅 我不太想跟其他老师那样 那样在做生意 你自己知道前一波你有没有赚到钱 你自己很清楚 我还跟你讲 这种选股模式跟当初我去找到得尾 是一模一样 71块你会不会去抓到这一档股票叫得尾 如果你抓得到 前两天他涨到170 差别就差别在这里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下半场我要讲更重要的事情 跟疫苗有关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现场先 我们先进广告 台湾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188防疫专案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营业头部守护针线 02报113366 报1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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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部直播 必须上线 必须上线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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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51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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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在回来现场投注观众朋友 这盘今天还好 跌了一百多点而已 那季线有想要守住 不知道能不能守住 这要看明后天 但是今天流长下影线是 真的有点 大家先 心肝大山的 你知道吗 不用怕不用怕 不用怕啦 天塌下来 高的人先顶着 那 凡事啊 这股市也是一样 做人做事都一样 会起起伏伏 会有很成功的时候 会有很失落的时候 我也鼓励你 如果现在很失落的话 就趁这个时间 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其实我是一直觉得我操作的不错啦 但是很多人他是会认为说 啊老师啊 你没有怎么样啊 你要怎么样啊 其实我不想去划众取仇 就像 这两天 大家都在那边喊什么 台湾加油啊 台湾队加油啊 可是我还是喊中华队加油 因为我们的 对名就是中华台北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沿用民国110年嘛 对不对 就是中华民国嘛 也不是台湾国 几年嘛 不是嘛 你了解我意思喔 就是不要跳脱现实太过分 为了某一些的理由 对不对 那应该面对现实嘛 可是我是觉得这是面对现实啦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那到底怎么样 就像这两天大家都说 你高端了没 我为什么要去抢高端 莫名其妙 我没得打我排莫的那 打不到 打不到就不要打啊 那个东西是要打在我身上的 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每年流感疫苗我都不去打了 就算免费我都不去打了 更何况这种 COVID-19的这种疫苗 你不要闹好不好 我相信很多人 他们包括那些 那些政客啦 我不要说总统啦 那些政客在那边秀说什么 他们有去预约 预约可以不去打啊 他通知你去打的时候 可以不去打 可以爽约嘛 就像很多投资朋友说 我要来参加洪老师这边 可是最后很多人就爽约了嘛 就没有参加了 没有关系 你懂我意思吗 我依然在这里 我在这个台面上 到今天 刚好满17年 17年的今天 我做第一天做节目 这样你懂我意思啊 那也是这个全球财经的那个附属 以前是财讯台 我在这边上第一天节目 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在回馈观众朋友 我不知道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这个人就是 我们就直接讲 我们就是饮水思源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把握了这赚钱的机会啦 往下做也可以赚钱啦 看你怎么做啦 但是我不爽的是 台面上太多的人全部都是看图说故事啊 我每天看他们的节目 我看他们的脸色尾而已 跟这些政治人物真的 我是有点愤慨 但是你不要误会太多 你听我的方向去布局 我不会害你 但是你会不会赚到钱 那有时候看你的命啊 有些人命不好 加入我们团队是不用钱啦 也不用什么 留电话也不用留什么 反正 你们上面所有的留言 小编都会尽量跟我讲 就像这两天大家都在问 航运股怎么做 昨天就跟你讲 反弹点到了 时间点到了就到了 今天才见低点 那今天也都讲了 都提早讲 我是希望能就一个是一个 你要不要参加会员 那是缘分的问题 不要在那边讨论说什么 老师要怎么样 哪一天我觉得我够了 我就会宣布我退休 我不做了 我觉得够啦 那你觉得够了没 如果台面上少了我 只是少了一盏明灯而已 也许你可能找到 有机会找到另外一个明灯 也不一定嘛 对不对 那最好是明灯喔 如果是明王的明 你就小心一点 抹花跟抹花的人 其他我就不要多讲什么 老师阿你在攻及谁 我谁都没有兴趣攻及 你懂我论什么 我做的正我行的正 看奥运我当然是喊中华队加油啊 人家就没有台湾对 就算秀国旗 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其实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自己要很清楚 不要魅于现实 然后在那边怎么样 今天他也没有跌 没有涨 也是跌下来 今天没有涨 没有涨也是跌 但是还好吧 最后才跌3% 跌一块钱而已 连帽 之前我跟你讲过了 我卖掉了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最近我卖掉之后 往下修正的过程中 现金真正价130 上半年4块半 这个还算是不错 投信一直在买 你要注意投信的动作 这边我觉得 真的有点低估了 你要特别注意 你不要说老师 我问股票啊 你都不回答 我不直接回答我 那到底是怎么样 对不对 我买股票 你也都不认同啊 那你要老师怎么样 其实 有时候我们也是两难啊 我希望你照此放那一点 我觉得 还是有钱赚 好不好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